好 我們今天看見調查局呢 剛才詢問的是專業人士 50位藝人他們票選出來結果 覺得看到了會最願意繼續看下去 或者不願意看二戰牌的 可是呢 我們也詢問了 網路上面的網友的意見 我們透過新浪微博 做了10個小時的調查 得到了16000多則的回應 另外我們也在街頭訪問了1000名 台灣地區的觀眾 那我們現在就要看一下 我剛才已經說了 就是這10位來賓當中呢 到第7名都算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喜歡他們跟恨他們的人 是接近 平等 可是後面三名就比較懸殊一點 所以呢 7算是一個今天的吉祥數字 也就是說 我要從 7開始揭曉 好的 我們現在觀眾票選的部分 第7名 比較安全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第7名是誰 是家 是家 安全名單 還OK啦 OK啦 你今天連續兩次 藝人都是信念 我今天都在分水嶺上面 今天 要不要為妳揭曉第五名 天啊 妳太嚇了 我會直接要出 等一下 好 私家的票其實兩邊很接近 940票對上1050 其實就是 我覺得對藝人來講 是非常公平的事 就是喜歡妳跟不喜歡妳的 差不多 對 我覺得差不多 可是妳平常在網路上有勇氣看 網友對妳的意見嗎 我有看 而且其實 最近有一件事情是 因為來康熙 然後我還記得 有一次是換妝的東西 然後那一次 微博真的就被洗版 跟別的女明星換衣服 對 就是那個大小胸部的 那個換的那一集 然後就 那一天其實我沒有刻意想要攻擊誰 只是覺得是說 那只是一個節目效果 結果後來就 被很多的網友就覺得說 我欺負了某個女明星 對 然後就 那個當下我會覺得 還滿難度的 她們這樣好像是跟徐志祺換衣服 對 對 就他們就說 我欺負她的小外套 然後她穿妳的衣服 妳是一直抱怨她 可能會把妳衣服撐壞是不是 可是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會覺得說 我穿她的衣服 其實是我比較吃虧 因為她是那種你知道 可以大名大放的人 對 但是其實是我穿會比較難過 我想她剛才這番發言 有呼應到一些想要轉台的人 對她的評價 對 真的 妳有一點評價嗎 就是因為那一集 我過濾一下 就是 網路上面 以及街頭的人對於妳的意見 看到王思佳 並不會想要轉台的原因當中 包括她覺得她長得也很好 然後說話也有梗 或者她很容易被激怒 這個很好笑 對 然後她懂時尚 然後最近頭髮有點太紅 太紅了 反倒好多喔 有關係… 但是呢 對她的 什麼啦 真的假的 沒有 不是 是趙正平吧 有些是 有些是想要轉台的人的意見 至少 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的劉依馨 比她有點趣味 她提到她的勁敵 糟糕了 糟糕 很暴定 酷吧 酷吧… 快點 她整個頭髮掉在變綠色了 思佳有被認為是無趣的人過嗎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我 可能會覺得我攻擊性比較強 可能會覺得說我咄咄逼人 然後常常會讓人家覺得無所適從 但我覺得那是 可能有的時候我講話天生就很急 對 然後又講的就是 長相又是那種 思佳的外出是比較厲害的外出 對啊 就是年輕版的羅佩宇 而且她 羅佩宇是誰 羅佩宇 羅佩宇 羅佩宇是誰 羅佩宇 羅景 你們羅傑的給羅景 他要幫你寫他的字 羅佩宇 你看 我就是這麼自然 好啦 不過 我們聽到他被想轉台的觀眾 說有件事 你說他常常翻白眼是真的嗎 有的不好看 好像翻的不是說真的翻 只是講話會有一點那種 不屑的態度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有的時候角度的關係 雅雅妳翻個白眼我看 翻個白眼嗎 對 才馬 這 對 這樣不是 所以是眼睛眼睛抄襟法 真的我知道 對… 有嗎… 妮可白翻個白眼我看 這是什麼 妳在看什麼 什麼意思 東方希望 我不會翻白眼 我不會翻 S很會翻白眼 S啊 很純正 妳要翻白眼 好白喔 翻眼 好白眼 妳為什麼很會翻白眼 妳看 因為這是很戲劇化的東西 看起來很賤 妳們家別的女生會翻嗎 我媽都會翻 全擺 好 所以王思佳小姐今天在業內 和這個觀眾的票選 都在及格的分數 我覺得藝人喜歡跟討厭人 同步就差不多了 我們要往第六名發展囉 好 往第六名來發展 我們來看一下第六名是誰 請看 好 對 對 真的假的 好強喔 好強喔 說服觀眾比說服藝人還要重要 各位 我覺得郭彥甫 謝謝大家 郭彥甫離開了後面三名就表示 剛才高興的當中 有一個人要落入後面三名裡面 就表示 國賢你講話 國賢 我想我再次安心一點至少一點 國賢如果郭彥甫往上走了 你也應該要往上走吧 我覺得應該 他應該會很前面我覺得 國賢哥我看好你 講真的嗎 國賢 你覺得在觀眾的心中 你大概第幾名 我覺得我應該在中間的名次吧 因為 四 應該不是四就是五吧 四五 請問你有練習 你自己有練習講話的導師嗎 玉琳哥 是我的一個指標 不敢當… 我沒有辦法到那麼靈牙俐齒 沒有… 真的沒有 你是準備好代表冠軍改名 對不對 我第一次跟玉琳哥上節目的時候 超緊張的 因為我覺得他非常 講話節奏非常快 沒有空隙可以插的感覺 連逗典符號都沒有 我怎麼會贏完 你變成會長話的導師 是吳宗憲嗎 我的導師 對 吳宗憲來講對我影響蠻大的 我常常講說吳宗憲 是我們演藝圈最肥沃的一塊土壤 任何人當中只要挖取一瓢 就可以混一輩子 你說得不錯 真的好會形容 你當時是 是主動的要去挖一瓢 還是你是在跟他工作的時候 被逼著要挖一瓢 對 因為那個 吳宗憲的人很奇怪 就是你拿澆粉給他 他不看 他每次說 不要 不用看 他不喜歡閱讀這個文字 他不喜歡閱讀 所以變成說你要 要能夠說學逗唱 表現給他看 你能夠表現得越生動呢 他的上台的效果就越好 所以逼著我們自己變成 變成自己要去演 演給他看 演給他看 所以你現在是說憲哥莫幫你 老實講 憲哥在台上的表現 都是我演給他看的 表現給他看 你真鬧開是不是 鬼姓妮 好 網友們對於郭彥甫的意見 不轉的原因有一部分 有一位說不想轉是因為 這個已經很久沒有發生對不對 裸上半身 還現在美食節目你有 為什麼 有啊 但是你有 我可以為了這位網友託 不要啦 真的不要 我昨天有去練一下 不要 不要 真的 來不及了啦 其實我們談話節目 還滿希望有來賓 可以裸上身接受訪問的 所以你 然後他接下來這一集 就裸上身了嗎 我覺得可以啊 哇 好厲害喔 1 2 3 1 換上身 好厲害喔 哇 幹嘛要脫褲子啊 真的脫 還好耶 算起來會不會好一點 S有好嗎 而且這樣好像阿伯喔 脫好就放鬆 在打赤膊 放燥 你坐著聊天看看 他要肚子嗎 最近節目怎麼樣 縮小嗎 最近節目縮小 我可以用什麼技巧 我覺得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對 就維持這樣嗎 我覺得要太多的 他去幹嘛 我 隨便國妳敢脫嗎 你敢脫嗎 你脫嗎 你脫 你脫 你脫嗎 對 真的 脫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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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